刚才我在这里说了一下 你的家庭情况上面写的 真是如此吗 是 父亲是说非评 对 母亲是手部有点还是脚部有点 腿 对 所以家里你的主要收入 是来源于父亲是吗 对 那你在学校的学费生活费 是靠自己吗 也靠家里也靠自己 也到家里也靠自己 对 舅舅住在你们家 已经去世了 已经去世了 你说家里其实一直以来 经济条件确实比较困难 其实我觉得这个困难这个程度吧 得根据你们自己来形容 我觉得我家肯定不是 接不开锅的那种的 我觉得我活得也挺快乐的 这就够了 我不认为困难到底是什么 这得有一个比率 但是我家应该 照您家是差远了 但是说实在的 但是说实在的 这个你读了本歌又读硕士 其实对家里来说挺大负担的 还好 因为硕士的时候是 学费是第一年免的 然后每年也有奖学金 还有资本证的一些 家庭条件并不能取决于你的未来 你不能破罐子破摔 每个人的起跑线都是不一样的 那你自己跑得快就好了 你不必要去说别人怎么样 别人又包马 你难道就不去跑吗 你就羡慕别人的包马 我也有我的自行车啊 我自行车一直转就可以了呀 你今天来面试的是 市场营销策划和教育行政专业 对 对吧 对 你以前干过市场营销吗 没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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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想做这个 就是我在学校也策划过许多活动 现在能把资料给老板 来 把资料拿上 来 说一下你的作品上面写什么呢 这些作品是我从本科开始 到研究生期间策划的一些活动 可能有些智能 请各位企业家批评改正 然后最后一篇是 也是最近的是写了一篇 关于大学生一些弊端的一个文章吧 我都觉得你这个是你展示 你给大家策划一些小活动是吧 对对对 那其实说实话 那你如果是要进入到 活动策划这个行业来说 可能你的专业性是不够的 对 用不上 但是里面这块有一点是 最后一次活动 这些文字是你写的吗 我想问一下 是 那如果文字是他写的话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初级的 比如说APP啊 或者是这种自媒体的运营的 这个文案是够使的 对 而且其实他的审美也还不错 我觉得排版都挺好的 其实我觉得他挺适合做员工关系的 或者你再年纪大一点 特别已经有点像那种 居委会大妈的那种 对 我觉得我非常同意 是吧 因为你上台以后 我们其实还没有太多看到 你跟数学有关的东西 我们只想知道 数学是不是你爱的 和未来你想接着用的 就是我觉得我的数学 是肯定要运用到的 但是我不能一直用它来去吃饭 假设有两类岗位 一个是做运营策略的 会用到你数学建模的东西 会提高效率 提高什么的效率 那么在市场策划方面 更用你的创意写作 这个营销类的东西 你选哪个岗位 为什么 我可能会选择第二个 为什么 因为是你喜欢的 你才会坚持下去 好 离你专业越远 你越喜欢 你都坚持到硕士了 之前不喜欢吗 那个周围 如果时光重来 回到三年以前 你还读这个硕士吗 读 你是不是把读书 当成一种任务来完成的 不是 也不是你的兴趣 也不是你未来的职业发展 那你就读这几年大学干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 如果你是拿了奖学金的 公里的学校的学生 然后你未来放弃你的专业 然后你去 非常依靠自己的内心 宣传自己的梦想 这样去改行的话 对你之前的付出 是负责任的 你把这个问题回答清楚 跟你求职 有很大的关系 好不好 好 你当初选这个专业 谁选的 我选的 为什么选这个专业 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 是想找工作的 然后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因为我并不是想去做销售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就是 你会发现 真的不是所有的地方 都像飞行你 墨树舞台是不限专业的 就是跟你专业 一定要对等 说白了还是 你不太好找工作 这个专业 对对对对 所以你又选择了 深造 对读硕士 读硕士 为什么不选择一个 你喜欢的市场类的呢 因为当时吧 已经找工作了 因为我是以工作为主的嘛 时间就比较短促了 比较短促的时候 我就当时在想 还有没有一个更可靠的路径 所以我想读硕士 读完硕士继续深造 然后我发现 读完硕士还继续深造 对对 再读博士 对对对 这也是一条路嘛 我这专业吧 它只有到博士的时候 做到博士能干什么 就是可以给各个企业 去进行分析 数据分析 或者是策划 或者是做搞控制的 所以说白了 你读硕士 而且读这个专业 是起鼓难下 对对对 对吧 所以今天来找工作 也不是你的第一选择 如果第一选择 还是再继续读博 才更好一些 是这个意思不 我不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读不下去了 太难了 而且我再读完 我可能真的就没人要了 所以说我们非你莫属 是下下之选的 并不是并不是 开玩笑的 我的意思是找工作 是你现在迫不得已的 想读读不下去 对对 想找 又不是自己 也不知道找什么样的工作 对对 那这就问清楚了 好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看地点吧 一线城市多少钱 8K 你想去哪个城市吗 如果在辽宁挺好 如果不在辽宁 北方也行 来 第一轮选择 薛货磊 还有十盏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